NEO 鳥四季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瑪莉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是游牧的海軍上將地圖 OK,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選擇的開局點位 在於9點什麼方向 瑪莉人在游牧的表現並不是那麼的亮眼 但是他也是一個很強大的文明 最主要原因是他挖進速度很快 城堡賽移上去,轉飛刀女獵手也是相當棘手 打海戰的話有挖進優勢的關係 所以出戰船也壓力會小一點點 而且前期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木頭 去讓自己的木頭有這個數量上的優勢 所以瑪莉人實質上來說 在游牧的表現不算太差也不算太好 願意比他好的文明,還有像這個朝鮮 或者是一些更適合西班牙這種的文明 或是緬甸之類的 當然不得不說瑪莉也算是T1左右的游牧文明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西班牙這個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西班牙這個靈 當然西班牙在四點鐘方向 這邊是DOT選擇文明 西班牙人在游牧的表現最強大的地方 還是他的西班牙征服者 把單位機動性夠高,傷害也很好 非常適合拿來打游牧 所以不管你是在天梯的游牧或是在單跳的游牧 都可以看到西班牙在游牧登場機率非常的高 西班牙人他的每個科技都是研發完都會獲得20塊黃金 兵工廠的研發是不需要黃金的關係 所以前期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錢 西班牙人打法在這裡 還是得做單TC轉生旅 可能會比較常見一些 單TC、生旅、吸增這三個東西 當然他其實也可以打開農路線 但是以游牧來說會一直在打架的關係 所以不太適合就單純農上去就完事 還是要趕快邊打邊騷擾 還是更適合西班牙人這個文明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那這邊看到馬力人左邊的經濟 是九隻村民 這邊是前面有五個人在伐木 那其他人都是吃肉 那這裡一隻村民到外面稍微探圖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隻豬呢 好這邊好像看到了喔 有一隻豬要拉回家嗎 要拉回家 不然就可能肉一點少嘛 好那西班牙人這邊 目前捕魚還是比較重要的 那游牧這張地圖 相對來說是很平衡的 因為一開局就可以補下碼頭的關係 所以漁船獲得量會讓你不會有斷村的問題 即使你找不到這些鴕鳥或是豬之類的單位 你還是可以靠著漁船 趕快讓自己的肉穩定下來 前期的捕魚之力 可以讓自己的肉類非常穩定 好這裡看到 道德的村民直接回頭跟對手打了一波 兩邊都沒有織布技術 打一打之後 瑪莉人多繞了一個人出來打架 直接一拳點死了道德的村民 開局贏一村 這波看起來並不是太虧 瑪莉人這邊是點下了織布技術 準備要來升級時代了 這裡升級有點快喔 這裡先升織布 再次做完一村 要打封建嗎 還是直城呢 以西班人來說應該是打直城 會更適合打封建 所以前期這裡的碼頭要來放棄 去防守 這裡兩隻臭米蛙精繼續打獵 對上已經升到封建時代 瑪莉就在旁邊 這裡戰漁船又趕快跑掉了 拉了三艘漁船趕快往下走 來這裡捕魚 左側的位置戰船已經 抓掉了第一艘漁船 道德的漁船右邊繼續按 待會升到封建時代 先下個兵工廠跟市集 待會就要來點下城堡時代升級 這裡黃金稍稍不夠 再趕快再多挖一點 這裡可能要收進一下 收進一下 OK 點下城堡時代升級 按了一艘火戰船 稍微防守一下自己的漁船 那道德可能不會在 海上方面 去太過於防守 不然就是要把城堡蓋在這個岸邊 部分 去守住這個河域 但不管怎麼講 道德這邊都是非常難守住這邊的河域的 因為對手是一定會爆 爆一大堆的火戰船 跟戰盡 直衝這個地方 一定想盡辦法要把這個道德的漁船全部燒光 只要能打掉的話 西班牙征服者就會難產 待會遇到西陣的壓力就會稍微小一點點 薩巴斯丁這邊已經會全力ALL IN 去打這個海戰 把西班牙這邊的碼頭可以打下來 瑪莉伊這邊是雪丁 繼續打海戰 護戰等住了攻兵 這裡攻兵有點危險 哇怎麼辦呢 TC沒有蓋好 石頭沒有辦法穩定下來 直接控到了石頭 西班牙這裡沒有馬就 然後先轉生旅 跟我想的差不多 先轉生旅還是不錯 這裡想要再把TC蓋好 才能被擊殺 結果這邊是道德 直接回頭用火戰船升級上去 反擊 結果道德好像有點太衝動了 這個對方的火戰船數量有點多 反而變成家裡沒有人保護漁船 TC沒有辦法蓋好 這裡西陣 第一出發的時間已經慢了很多了 哇這裡攻兵又要抓掉生旅 道德有點炸裂 左側的海域就還是爆開了 這裡趕快補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這裡沒有打算轉騎士出來 用生旅 哇這部生旅還被點掉 撞TC收掉 趕快來蓋TC了 這個TC應該能蓋好 好但是魚 魚船呢還有4艘了 但是還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3TC補下 結果我們開局說道德這邊應該是為單TC 打這個西盪征服者 結果 反其道而行啊 打了一個3TC開農 雖然前期被稍微被控到了一下 就開始轉出農田了 趕快來挖個石頭 瑪麗人前期的4隻小弓也做到了蠻多事情 像村民術來說是瑪麗人暫時領先 39村對35村 瑪麗人這邊也開始轉出了自己的城鎮中心 瑪麗這邊的海戰的表現越厚實越 平淡 因為他沒有三級一射的關係後期的努炮戰場 打起來並不是那麼強 所以他海戰只能城堡時代稍微打一下 到地龍時代可能很難打贏 所以最好就在城堡時代逼退對手 不要來補魚 自己趕快補 那自己趕快補魚的話 經濟優勢就會很大 可以轉出大量的 騎兵 這個飄悍精神 還有自己的 背刀女獵手 作為主力是相當不錯的選項 那這邊傳出了一隻傳教士 傳教士幫工兵補血 收掉兩隻村民 但是有更多的傳教士 更多的工兵過來 但這邊工兵直接高打滴 射掉了這裡的傳教士 瑪麗人這邊繼續按弓箭手 那這邊轉出了兩台投資車 開始壓制到這邊的城鎮中心 看一下這邊細節操作 投資車過來 有沒有看到 看到了 拍一下 哎呀 結果對手也即時往後 最後沒有打到 中間補了一根城堡 26分鐘 才蓋下城堡 相對來說是有點晚 當然犧牲現在這個情況 出來的話 也不太好打工兵 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稻頭要怎麼處理這一坨工兵 那這裡的戰經我給你多 看要不要再多玩一些僧侶 去用招牆的方式 扮擊一下 戰場的部分 通車砸到了 這邊是極限 沒拍到 但這邊要硬拍的話 自己會有點危險 這裡位置很卡 很容易被對方預判移動位置 這個投資車過來 走住這個城鎮中心 希望征服者 還是想按個幾次 那如果按態度犧牲的話 瑪麗人可能就會很開心 連我有 這個 弓兵可以防守 證明來說 犧牲是暫時解不掉這一坨 待會 好 兩隻犧牲 三隻犧牲 跑了就可以出門 那道德現在 用西班牙打瑪麗人 照理來說 應該是優勢於 瑪麗人才對 那瑪麗人前行這邊 打得蠻好的 直接把道德的海灘給控了下來 那現在是有 捕捕魚優勢 而且轉了弓兵 弓兵這邊也可以反制 西班牙征服者 這一投資車 差一發往後拉 上面兩隻犧牲 偷偷走上去 但是沒有被攔截到 現在西班牙征服者 在這個時間出場 是影響力沒有到那麼的嚴重 瑪麗人應該是可以很輕鬆擋下 甚至快要點下 帝王時代 這個 西班牙征服者 這個時間點出來 是顯得很尷尬 兩隻貢兵 看到了西班牙征服者 西班牙征服者過來 被貢兵射到 馬上就殘血了 還被換掉一隻息針 有點虧 這邊開始把一些弓兵拉回家裡 下方這個承認中心 沒有打算要繼續進攻 好 奧特這邊是打的相對被動一點 沒有辦法擁有更多主動權 這邊可能要上帝王時代之後 才能會有更好的表現 但是瑪麗人這邊如果 先上帝王時代的話 待會直接打飆悍精神 然後打的不夠醜 加上自己的金罐 傷害非常可怕 奧特不管出什麼都很難打 就只能轉槍兵 單強轉槍兵的話 瑪麗這裡有強弩 雖然沒有三級射 強弩有拇指環 打這個槍兵也是非常快速 那甚至在轉出飛刀女獵手的話 瑪麗人甚至是比較優勢的那一方 西班牙在這個情況下來說 就會顯得比較被動一些 沒有辦法擁有更多主動權 因為你不管打什麼兵喔 都還是為了對方兵種而轉兵喔 沒有辦法 自己想打什麼 就打什麼 好 道德這邊是82吋 對上瑪麗人77吋 村民術目前來說 是道德戰士比先 但是 科技上來說 瑪麗人已經點帝王時代了 這就很危險 瑪麗人這麼快就升帝王 金罐點下 可能就會天滅地了 自己帶著不秀西班牙徹服者 可能也秀不完大量的騎兵喔 攻兵直接撞上去 西班牙徹服者打攻兵 會打到頭破血流啊 背景攻兵的攻擊速度太快 這一波直接扛了回去 西班牙又被點掉了幾隻 最後只剩下一隻 西班牙徹服者 撈出了一根城堡 這邊要小心 拆點 火炮直接被拍掉 頭子車也被犧牲給砰掉 西班牙開始拉了非常多村民 直接中間蓋堡 西班牙的 不建造速度 是有性裡面 最快的文明 但這一波 攻兵已經 屠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到此這一波 碰前線 後面沒有顧到 被瑪麗人 射掉了 超多的村民啊 地上都是村民的衣服 好 左邊的方面 瑪麗人點下了二級伐木 點下了戰毛兵 化學 還有弓兵鎧甲 中間的位置 城堡 準備補下 這裡要想辦法 剩下地勇死蛋 瑪麗人的巨型手機 待會再跟城堡蓋好 就可以產生出來了 這裡就要深圳工兵幫忙協防一下 按左邊這個位置 也有一些西班牙征服者 道特決定要來城堡打帝王 這一坨工兵 成功解掉 投資車 好 瑪麗人這裡是沒有辦法 先趕快給道特 最優先的傷害 一定要慢慢一波一波打進去才行 那這邊道特只能用資源換時間 待會可能要一直修城堡 瑪麗這邊的 怕雪也好 火炮也冰藏 不然這邊道特抓到了一些村民 這邊稍微維持 工兵 這裡不是整工兵 戰毛兵 戰毛打犧牲 傷害也是很痛 哇 這個戰毛兵拿來防守還是不錯的 右邊的工兵群 終於拉了一些新增 過來處理一下 終於把這些工兵給搞定 但目前道特村民豬 暫時落後 瑪麗人 瑪麗人開始逆向反殺 前面獲得補優勢的瑪麗人 經濟非常優秀 木頭甚至有點爆亮 但是這邊漁船好像被道特這邊的火戰船給燒光光了 在專心打海戰的時候 突然道特 轉了一個碼頭 把對手的漁船全部燒光 只剩下一艘漁船 瑪麗人這裡被迫 轉成 吃 重田 看到這裡也沒有轉漁船 現在漁船也不是那麼重要 專心騷擾對手 打陸戰更重要 這裡有少量的 努兵 繼續擋住 吸陣的騷擾 火炮開始控制了 道特這裡很難受 哇不行了不行了 不要撤了 這裡囤的東西是 大量的衝撤 三台衝撤很多囉 但如果要拿下城堡的話 可能要四燒 或五燒會更好 現在不管衝撤是 數量有幾台 遇到瑪麗有投石側的情 有這個火炮的情況下 是很難拆掉建築物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三台衝撤 加上吸陣 道特這邊是點下了一級農田 這邊有點炸裂 瑪麗人點下了三級 烏金甲 火炮第一發 打敗了衝車身上 第二發打敗右方 右邊的西班牙征服著 想要直接正面解掉這一波 衝車直接往上頂 頂掉了巨型投石機 頂完之後往回拉 原來衝車 是拿來解巨頭的 而不是拿來進攻用的 確實這樣就合理了 如果是拿來進攻的話 會越進攻越虧 好馬力人三級甲升好了 坦度又再上次 上神一些 但是遇到吸陣傷害 還是太高了 16點 那道特這邊 沒有打算升 帝王時代的關係 所以繼續按了更多的 西班牙征服者 下了一級挖金 右邊有少量的 戰毛兵跟弓兵 巨型投石機 又炸了起來 來 道特這邊有意識到 對手經濟很好嗎 現在對手村民數領先 分數也是領先非常多 這邊騷擾又抓到了大量村民 道特的分數已經落後了1600分 道特這一波 好像要涼了 瑪莉 屌打 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 平常都是遊牧的霸主 道特難道輸給 塞巴斯汀了嗎 道特這邊打出了 絕絕 我們恭喜塞巴斯汀 瑪莉 拿下 比賽的勝利 哇 這一波 道特很虧啊 右邊的黃金又被抓 這裡的牧區 也死爺 楚村民 下方的城市中心 剛剛又被控 城堡 蓋第一個TC的時候 還被四隻小弓 壓到了挖石頭的 時間點 到26分 才出第一隻 西班牙征服者 對手能防守住的成功率是相當高 很難再用自己的火力優勢 去點八對方單位或村民 那我們來看一下 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瑪莉倫 只輸了食物 石頭 黃金贏了1000 木材贏了6000 最後呢 道特我覺得比較細節的部分 雖然是氣海 但是氣海還是要出些火戰船 偷偷去反打下 對方的漁船 這一點我覺得算是細節上做得不錯的一個方法 但是最後呢 西班牙人要打贏瑪莉倫的話 勢必後期還是要轉遊俠 槍兵 火砲 這些東西 才有可能打得贏 好啦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字幕志愿者 Computers 要保管 其實有一定要